亚加达亚运会 要说腿部最快的代表团 肯定就是韩国了 他们不仅丢掉了奖牌榜第二名的位置 还在多个项目上创下持足 尤其是世界和电竞两大王牌项目失手 一、游泳本届亚运会 韩国游泳仅仅拿到了一枚金牌 过往,韩国勇军曾有条泰环这样的世界级名将 但如今,韩国游泳被中国和日本远远甩开 韩国仅拿一金 而中国和日本在游泳上的金牌输都是19金 这是韩国金牌总数 被日本超越的主要原因 二、世界韩国的射箭堪称梦之队 在领约奥运会上 韩国包揽了射箭的四枚金牌 在韩国 射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国的乒乓球 但是在亚加达 自从1978年曼谷亚运会之后 第一次在女子个人决赛中 没有韩国选手的身影 三、电竞在亚运会电子竞技表演项目 英雄联盟决赛中 韩国输给了中国 事实上 在小组赛中 韩国曾击败了中国 一回国后 韩国电竞队已经表态 没能获得金牌 非常愧疚 所以希望在四年后 韩国电竞能在中国主场复仇 摘得金牌 四、乒乓球亚运会上 韩国乒乓球只拿到了一银三桶的成绩 显然 韩国乒乓球队比中国有巨大差距 尤其是韩国乒乓球主力大将正荣职 竟然输给了伊朗选手 爆出大冷门 本届亚运会 印度和伊朗都获得了乒乓球奖牌 五、女排 韩国女排的表现同样让人失望 她们是威脸冠军 目标 是杀入决赛 然后和中国女排一较高低 但是在半决赛 她们输给了泰国女排 目搜偷者第一次杀入亚运会决赛 最终完败给中国女排